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四十九回 修真初凡尘 风行萧瑟般正尘 回望来世的路就是永恒 咬牙切齿的祖墨也是无可奈何 他只有祈祷手上的二十颗阴珠能卖个好价钱 阴珠自然不能交给门派代售 这东西来历不清不楚 别到时候惹得失不注意 那自己啊有几条小命也得完了 他决定自己去东福卖掉 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没有做灰灰宴 而是悄然出山 刚出山门 他飞快地钻进了一处山林 待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换了个模样 变成了一个脸色蜡黄的瘦弱的汉子 为男前辈的御简里 改换容貌 逆行隐踪的法门千奇百怪 层出不穷 左墨呢 便挑了一个看上去并不算难的方法 这是左墨第一次易容 相当的好奇啊 感觉呢有些怪异 他现在后悔当初的那张神行符被烧了 否则的话 有神行符自己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而他的风行止喝实在有些乍眼 他只好选择徒步 哪怕他如今修为大掌 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弱得很 这一番跋山涉水 带他赶到东福的时候 整个人几乎都累得要虚脱了 不过对精实的渴望和热情战胜了劳累 他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到了自由市场 肉痛无比的租了一个玲珑屋 左墨摆起摊子来 这自由市场啊 左墨来过许多次了 但是摆摊呢 这还是头一遭 多赚他是不想的 能赚回八颗三品金石 那他就谢天谢地了呀 每颗阴珠他试着标价半颗三品金石 心中的却十分的忐忑 不过转念一想 蒲瑶把这东西吹得那么好 半颗金石怎么也该值吧 当然了 对于左墨这种行径 蒲瑶充满了鄙视 堂堂阴珠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六个时辰过去了太阳的余晖 照在了左墨的脸上黄灿灿的 这 这就是他妈你说的 金石滚滚而来 这就他妈是你说的好东西 这就是你说的连本代理都回来 还什么堂堂阴珠 左墨心中悲愤莫名的质问着蒲瑶 整整一个下午啊 他的玲珑屋前 没有一个人逗留 哪怕片刻 到现在为止 昨末连一颗阴珠都没有卖出去 还反而呢倒贴了玲珑屋的租费 蒲瑶也傻眼了 窝囊了半天 不知道在说什么 过了半天 他一脸不能置信 突然挥舞着手臂激动无比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这是阴珠 阴珠 难道过了三千年 连阴珠都没有人要了吗 看到蒲瑶这般吃饼 左墨反而心里头没有那么肉疼了 他已经开始接受眼前这个无比残酷的现实 冷哼道 以后啊 别拿你的天妖白谱了 什么年代了 还天妖 三千年了 你那些东西都是些老古董淘汰了 你懂不懂啊 害我空欢喜一场 过段时间的 哥拿去啊 给小孩子当弹珠 不要神情信性 显然这件事 对他的打击颇大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小姑娘 路过了左墨的玲珑屋 忽然停下了脚步 正准备数落 狐妖的左墨 历时停住了嘴 热情无比的说 小姐 要买吗 哎呦 这可是好东西啊 阴珠 全由纯粹的阴气 经大法力凝联而成 随身佩戴 夏日凉爽 而且有美容养颜之功效啊 这小姑娘看上去啊 像哪家的丫鬟 文言轻笑着说道 你这个人 倒是真能吹啊 她忽然皱了皱眉头 哎呀 可惜这珠子太丑了 要是七彩的 黄小姐一定喜欢 哎 小姐 别看这阴珠不起眼啊 但是质地细密 做工优良 你看 多浑原啊 你看 光这粪粮多沉啊 为了推销出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左墨完全口不择言 看到左墨真的把阴珠 当作弹珠来的推销 然后这蒲夭时目瞪口袋神情呆滞啊 哼 好不好好不好 看你说了这么多 那呀 我就买一颗吧 小姑娘无嘴笑道掏出了金石 买下了一颗 临走的时候还好心的劝道 哎 我看你啊 也是个老实人 这以后做生意啊 也要卖一些靠谱店的东西 撤灰不拉击的珠子 没有人会买的 说完呢 便转身离开了 左墨瘫坐在地上 哎呀 不容易啊 终于卖掉了一颗 真不容易 和他相比呢 蒲夭简直是心神遭受重创 神情呆滞 脸色灰白 看到了蒲夭这般模样 左墨又忍不住语重心长的劝道 哎呀 行了行了 没啥呀 做生意嘛 下次呀 咱们卖点别的 这再不计炼金乌丸 也是不错的嘛 三千年过去了 你可得要慢慢的习惯呢 一人一腰 灰溜溜的回山去了 东福殿的一处别院 小姐 我回来了 一个欢快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云霞仙子肩头的黄色小鸟 扑扑的飞了起来 朝门外冲去 云霞仙子 袖着紧 怕头也不抬的 阴了一句 死丫头 一落脚你就立马跑出去 都不见人影了 一道人影冲了进来 是个娇小可爱的小姑娘 黄色的小鸟 围着小姑娘 飞来飞去 唧唧扎扎个不停 小姑娘一脸无奈的对黄色小鸟说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的黄小姐 给你带了好吃的东西 若是左末听到这句话 绝对吐血而亡啊 原来 这黄小姐 黄小姐的 竟然是一只小鸟 说完了 只见她拿出了一大堆东西 嘴里边说道 这是十格的五花糕 莲心百合酥 十三味蜜剑 这个呀 可是这里大名鼎鼎的 王嫂酒 你可不要喝多了 要不然呢 小姐可又要罚你了 小黄鸟两眼放光 就在此时呢 她忽然瞧见了一颗 灰不溜秋的珠子 她立即像剑一般的 冲进了这堆东西里边 刀起了这颗灰色的珠子 哟 你喜欢这颗珠子 小姑娘很敢意外 小黄鸟刀起了珠子 连头都不回便 飞到了云霞仙子面前 把珠子放到了 她的袖帕上 云霞仙子的目光 落在珠子上 轻一力声 停下了手里的活 她拿起珠子 放到了眼前 仔细地端详 脸色不由地微变 哎 小黄 这 这珠子是从哪来的 买来的呀 云霞仙子 凝重的语气 吓到了小黄 啊 半颗三品金石买的 在自由市场 后见了一个人 好可怜 就买了一粒 可怜 云霞仙子 皱起了眉头 半颗三品金石 是啊 小黄忙不跌地点头 嘿呀 您是没看见呀 那个人真的很可怜 一个下午 一粒都没有卖出去 他向我推销的时候 真的很可怜 我就买了一粒 打算给黄小姐玩 哎 小姐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阴珠 云霞仙子的面色 凝重了起来 这阴珠是由阴气凝炼而成 颇为难得 凝炼阴珠的手法 十分的巧妙 颇有独到之处 早已失传呢 这阴珠妙用甚多 我就知道一种法门 能够把它炼制成阴雷珠 威力无穷啊 啊 这么厉害呀 小桓似乎有些不幸 可是我觉得那个人呢 可怜巴巴的 若是阴珠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半颗三品金石 就能买到呢 所以说呀 你占了个大便宜 这事实上 总有一些奇人异事 游戏人间为乐呀 不过 云霞仙子的语气 也是相当的不肯定 哎 小姐 我看不如我们再去找那个人吧 我记得他在哪 小桓连忙说道 这样小姐说不定呢 就能够求得阴珠宁炼手法 就算不能把那些阴珠买下了也好啊 嗯 也是 云霞仙子文言迅速起身 左末回到山中 重新开始了他的炼丹生涯 对于他来说的阴珠只不过是那么一个小插曲 唯独赔了八颗三品金石 让他心疼了好一阵子 但是这件事对扑腰的打击似乎更大 扑腰安静了好几天 但是没有办法 三千年的时间总是会改变许多东西的 起码左末是这样认为的 阴珠的用途 左末暂时也没有时间去摸索 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金屋丸的销量大好也就意味着 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炼丹上 尤其是他需要金石的情况下 更何况四品火种的诱惑并不仅仅是对别人 对他而言的这种诱惑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呢一连吞了五十粒金屋丸 左末都没有生出金屋火 每次他都能感受到有一丝热量 被吸入到体内 但是很快的这一丝热量就像泥牛入海一般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这让他相当怀疑着金屋丸的效用 虽然是他自己练出来的灵丹 但是在功效方面他可是没有自信的很啊 五十粒金屋丸换成金石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有一些心疼又有一些不解 难道是金屋丸内所含的太阳精华太少吗 金屋丸被判定为能够炼制成金屋火的根本因素 便是其中含有太阳精华 只是金屋丸所含的太阳精华的量啊 极微 若想靠其炼制成金屋火 那不知道要吃多少粒才可以呀 忽然他想到了 在炼制金屋丸的时候 曾经有过的一个想法 以赤炎爵为主 而离火镇为辅 炼制出来的灵丹会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他提出了三个方案这是其中之一 当初这个方案被他摒弃了 这是因为改变主府关系其中会牵涉到许多的问题 但是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这段时间炼制金屋丸 他的经验呢 也丰富许多 这样炼制出来的灵丹 太阳精华的含量一定不低 他决定尝试一下 虽然说失败的几率很大 金屋丸的出现 便是他第一次无意中的尝试 其中也经历了许多的失败 但是金屋丸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让他尝到了甜头 想到就做 他重新的钻入了丹房 第一次毫无悬念的他失败了呗 左墨又闻到了熟悉的焦味 他并不气美 失败这是在他的预计之中 而且呢和上次相比 他手头宽裕许多 屁股丸的材料也敞开了由他供应 吃颜诀为烛火 而离火辅振为辅火 看似一个简单的变化 却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 首先吃颜诀的强度需要多大 而离火辅振的强度 亦该调整到多大 另外呢 以前的原材料的对比 是不是能够承受 更高强度的太阳精华呢 相比较之下 他更担心第二点 原料的配比 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 就连他的师父也难有十足的把握 他更担心的是 若是需要改动配比 需要更高级的灵草 那自己能不能承担得起呢 别看他如今的身家 日渐丰厚起来 但是若去卖炼丹的材料 尤其是那些高级的材料 他也只有眼巴巴看你的份 他开始枯燥的尝试 他手边呢 有一枚预解 里面记载着 他每一次尝试的具体的情况 他深知 自己没有师父那么深厚的理论 也同样没有丰富的经验 他能够做的 就是一遍遍 一点一点的去尝试 在许多人的眼中 这绝对是最笨的方法 但也是左末 唯一能选的方法 就在左末尝试炼制新的灵丹的时候 云霞仙子跟着他的丫鬟小环 天天的在自由市场逛着 苦苦的寻觅着那位脸色蜡黄 卖阴珠的家伙 左末一连几天呢 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博妖忽然主动的对左末说 哎 我 我教你用阴珠炼制一个东西 你拿去卖 一定呀 可以卖个好价钱 什么东西啊 左末心不在焉的问 他如今脑子里边全都是 如何才能炼制出新灵丹 阴雷珠 博妖很笃定的说道 阴珠可能有人不认识 哎 但是阴雷珠那肯定有人认识啊 不 左末决定好好地和博妖沟通一下 三千年了 三千年了 你的那些东西都是三千年前的东西 现在没人认识 没人认识就没人买 没人买 就没有精识呗 博妖一脸不屑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咕噜寡闻 连阴雷珠都没有听说过吗 看着依然顽固不接受现实的博妖 左末摇了摇头 行了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你 大厨大厨 不要说你是堂堂天妖 博妖险些被一口气给噎死啊 看着博妖一脸郁闷的表情啊 左末不知怎么的心中大爽 连日来的疲倦也反而无影无踪 他得意无比的重新钻进了单房 开始新一轮的尝试 自从去了剑洞 左末对博妖的畏惧 仿佛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以前像这种玩笑 他可是不敢开的呀 自从门中考核之后 左末几乎所有的时间 全都花费在炼制金屋丸上 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赤炎诀水平突飞猛进 可惜啊 没有后面的预见 他迟迟没有办法突破第四层 他如今呢 已经能够十分自如的控制赤炎诀的强度 由于金屋丸在东福名声大涨 他也迅速的成为了无空见门的招牌灵丹 为了帮助左末炼制金屋丸 严乐师伯还特意的买了一件二品的炼丹炉 送给了左末 这待遇 啥是让人眼红啊 门中考核 左末声明确起 大放异彩 而他的对手 罗黎跟他同样受伤 不过呀 罗黎呢 没有一个能炼丹的师父 而且师凤容闹他做得太过分 完全把他当空气 导致罗黎的伤势呢 足足拖了一个月才痊愈了 而当公孙晴大师姐许一须一下 去拜访左末的消息 传入了罗黎耳中 罗黎呢 险些气吐血了呀 玉气牵引 伤势又多拖了十天 在罗黎受伤的这段时间里边 郝敏除了最初几天去过 之后一时不闻不问 倒是掌门呢 去看了罗黎一回 让罗黎心中感动不已呀 伤势痊愈的罗黎 立即闭关 就好像突然之间消失了一般 大家议论了一阵子 也就乏味了 但是毫无疑问 左末师兄的僵尸形象 在众人的眼中 可是高大了许多 东福殿内 众人齐聚一堂 只是大家的脸色都不是太好 这么多天 他们依然没有发现 上次白日星线留下的痕迹 少得可怜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具体的位置 而且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残留下来的痕迹将会是越来越少 届时他们寻找到 那只受伤的妖魔的几率 也会越来越低 东福这一带 人气太旺 气息流动过快 上次留下的痕迹 也被冲得几乎无影无踪啊 袁立 哭着脸说道 他是这一行人中最擅长官器之术的人 大家都对他呢 抱以厚望 谁知道 现在也缺半点蛛丝马迹 没找到 他也觉得这脸上啊 多少有点挂不住了 云霞仙子这个时候安慰道 云先生莫着急 我们本就是进人世 听天命罢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除了我们 好像还有一伙人 也在寻找这只妖魔呀 一位银贯道士开口说道 哦 文铁散人 有何发现啊 云霞仙子不由问道 我 一直感觉 有人在暗中跟踪我们 我就是不知道 各位 有没有感觉到啊 只求一生中 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情山一样 云霞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五十回 别生天 Oy listen